可以試玩看看 再來第二個問題 判斷什麼呢? 身分跟字號這一題 剛才講就是這邊 那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邊的問題丟給它的話 其實敘述的方法差不多 你可以把剛剛的這個問題切過來 然後郵標先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的敘述方法差不多了 請幫我寫一個Excel的公式 那我的身分跟字號在哪個儲存格呢? 在這個儲存格 叫B12這個儲存格 然後我希望做什麼呢? 幫我取得第二碼 然後並且判斷它是1的話 請你幫我輸出男 如果是2的話呢 請你幫我輸出女 那不用跟它講說要輸出到哪一個 因為將來我公是貼 就是貼在那個位置 所以你不用跟它講說 來輸出到C12不用 直接就是輸出男或女 所以一樣的 其實我是 習慣是這樣 如果這個剛剛的問題 假如不想要保留的話 其實我可以 或者是直接來複製算了 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底下來改 有沒有 改的話都一樣 請幫我把B12儲存格的身份證字號 甚至把身份證字號貼過來給它參考 然後呢 後面敘述一下 如果第二個字是1的話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OK 那我已經把那個問題 一樣是放在 雲端白板 這個地方 我將會跟你講說 第幾頁 有沒有 這邊有第三頁有沒有 所以你往下捲動 這邊就有剛剛的那個問題 我已經先打好了 因為 上課如果要打那麼多字 有時候會浪費時間 所以我乾脆把它直接放在第三頁 如果你們等下 懶得打的話 是可以複製啦 不過我建議你還是打打看 那我先拿這個Ctrl C一下 有沒有 就是這個簡單敘述 不見得一定要這麼死板板的 你也可以用很口語的 反正我是 印象中那個 其實還滿聰明的 取得第二碼 這個我發現 你用打第二碼 跟數字 他好像都能夠判斷 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把這一段 拿來 直接怎麼樣 放到剛剛的Charge VT上面 OK 試試看好了 看有那麼厲害 如果連這個也都對的話 說真的 以後 就是直接把它公式產生 這其實 我覺得 應該很多人工作 就簡單太多了 我發現很多人卡 都卡在 弄半天 還是一直出錯 那如果你會 敘述 問問題 沒有很複雜 其實 固定模式 這個都一樣 有沒有 後面的話 只要你儲存格 位置跟他講 內容給他一下 最好是說 當然如果你要讓他確保精確 最好是範例 例如什麼 例如什麼 你可以再加一下 他得到的 會更正確 但是如果不給 他也是正確 那你就不用寫 他如果出錯的話 你可以再跟他提示 跟他提示 可能多問個幾次 也許他會得到 比較相對正確的結果 所以執行一下 OK 大概是這樣有沒有 取得第二碼 判斷性別 若一則為男 反之為女 OK 如果你要更正確 我是建議你甚至 如果你擔心他不懂的話 你可以這樣的 前後加一個雙引號 確保說 讓他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一個keyword 這樣他會更聰明一點點 執行一下 看一下 當然又可以了 有沒有 他其實 好 而且他還跟你解釋 所以你不懂的話 你看 這很貼心耶 OK 最後的話 一樣的方式 複製程式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接下來的動作一樣 所以說真的 你要學的是什麼 你要敘述 然後你要執行 你要複製 然後懂得貼過來 貼的話一樣 我習慣是貼到上面 把它貼上 他又不見了 把這邊可以打開來 他又跳到下面 所以這個算是他的bug嗎 所以如果你假設 我建議乾脆你 你如果怕說 像剛剛那個問題 你乾脆不要從這邊複製 你乾脆直接從這邊掃算 這樣的話 就比較不會像複製的時候 多一個換行 有沒有 這邊貼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這樣好像比較不會有那個問題 OK 執行一下 難嗎 對 那向下填滿 對嗎 該不會都對吧 真的很厲害 OK 其實我們沒有作弊 我沒有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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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塞一下 等一下我要上課 你一定要給我正確 不要給我出一些狀況 這樣我下不了台 這樣以後你就賣不出去了 沒有